有点难道,我是音音 久高照,我是我呀 天马行空,我是开明 黄之锋来到大马受到阻碍 在机场被遣返回香港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很多人得注意 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好多的一些派别的声音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不同的声音是什么 黄之锋被驱赶出 我们马来西亚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那么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还是 他是基于怎样的原因被驱逐出马来西亚 而政府官方目前为止给出的答案呢 只是说黄之锋会危害马来西亚 就是国家安全 那么他是怎样危害 还是以怎样的方式 会造成这样的一些 一些一些伤害呢 就没有详细的去介绍他是怎样的 但是根据总经长卡利的说法啦 其实黄之锋是被列为不受大马欢迎的人物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黄之锋在香港举办了很多场的非法集会 活跃与演讲鼓吹反中国的情绪 这样的人呢 是不受欢迎进入到我国的 这是总经长卡利的这个说法 而且呢 他说我们不需要他 那么我国有反中国情绪 他演讲的是算是六四的纪念和香港战中的 在他的战中整个过程其实应该不算是要反中国 而是要香港有一个自主的一个权力 他这样演讲算是反中国吗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吧 在中国的立场来说就是你不服从 他的演讲很多 不仅仅这一句话 因为战中有一个月的事 有很多 他说了很多话 你不知道他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 而且看你站在哪个立场来看 不同的立场呢 你看到不同的这个权势 那是不是反中国呢 就要看到 如果你是站在中国 站在中国的盟友这一边 或者你在中国的立场来看呢 肯定你不服从我 就是反我了 就这么简单 那马来西亚 难道只是基于 就单单只是这一个原因 就把他驱逐出去吗 还是其实还有背后 还有其他的 就是不希望他达成的一个影响 还是不希望他影响 可能如果他没有说中国的这个部分 那么他在其他方面 他能有什么影响呢 在民主思潮上 可能就是上街游行这一块吧 上街游行 上街游行我们不需要他了 我们自己都可以上街游行了 他来难道还会造成什么样的 更大的一些游行破坏吗 多多少少会吧 毕竟我们最近 虽然说不算没有 但是就是可能这样的情绪 已经冷下去了 我们国家是不是害怕 他的到来 可多多少少可能会影响 一些人的一个情绪 就是把那部分的情绪 又重新的燃起 如果只有少部分的情绪 容易燃起的话 这个可能是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的情绪 会因为他来说几句话 就被燃起的话 那我相信需要检讨的 并不是这一般人 而是这个国家的政策 是不是有问题了 你让大部分人民不满 所以大部分人民就因为这样子 被你燃起这样的情绪 所以会上街游行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看你用哪一个角度来看吧 那现在如果是政府方面 他那么担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是不是说 当然每一个国家有他的政策 包括像谁了 魏家翔 昨天他也谈到 他在这个新闻的访问当中 他也提到说 每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政策 外交政策 还有移民政策等等 甚至他可以阻止任何一个人入境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质疑的 你可以去 去怎么说呢 怎么说 问或者是责问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 去说 你为什么阻止他入境等等 你不可以阻止他入境 你没有办法说这一番话 每一个国家有他的权利 有他的权限在 但大家是可以出来发声的 就为什么你要阻止黄之锋进来 刚才卡明也说 他国家减止他进来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卡丽也说了一些原因 那么这些原因是不是真的原因呢 还只是一个关话 其他的一些民众有一些疑问 这些疑问不妨能够追究到事实的本质 这些疑问就是说 为什么一位手无寸铁的香港学生 究竟如何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 冲击社会的安定 竟如此高规格的礼遇 他们要求相关的 或者相关的人要求 相关的单位公布说明 是否有外力介入促成 禁止黄之锋入境 还有一些疑问 包括这里头是否涉及到 中国的外交力量 配合本地的亲中团体 通过无形之手 操弄大马的内部事物 甚至香港的特首梁振英 目前与首相那集会面时 是否曾共杀马港两地的黑名单 将黄之锋列入其中呢 其实中国外交部呢 他们昨天也是受到记者访问的时候呢 就没正式回应 或者是正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没否认 但是也没有说承认是他们在干预的 只是说这是马来西亚本身 有权利这么做 所以中国官方呢 就尊重马来西亚的当局的决定 这是中国的外交部的一个说法 所以当然这样子一个说法 就让人家非常多的想象空间了 你可以说 是不是目前马来西亚 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友好 而马来西亚为了尊重 跟中国这一层关系 也保持这个友好的关系 为了未来的一些经商贸易等等啊 包括中国还要一带一路 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 就选择了和中国站在一块 但这只是一个想象空间 我刚才说 因为中国外交没有正式的回应 只是说尊敬马来西亚的说法 所以你就有各种 各样的采设就出来了 那当然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是不是高 把这个黄之锋捧得太高了呢 我们高估了黄之锋的这个力量呢 现在反而我觉得 黄之锋真的变成名人了 我是黄之锋的话 我非常感谢马来西亚政府 为什么 你不让我入境 反而让我的名气更响亮了 而且大家更关注到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不是让我力量变得更大了呢 如果马来西亚是想要阻止黄之锋 来到这里 而引起一些煽动的情绪的话 那么他似乎做了反效果 因为他这样子把他赶出去之后 本来可能只有槟城的几个 几百几千人会感觉到 但是现在几乎是全国各地都 非常的踊跃的 去了解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样发生 为什么发生 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东西 昨天给你几个朋友谈好了一下 究竟这个事情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究竟中国有没有插手 向马来西亚施压 这方面有不同人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是这么看的 中国没有必要向马来西亚施压 黄之锋他之前要去美国 要去哪一个国家也随意让他去了 这个人物虽然他没有在中国大陆搞事 也没有在香港搞事 来到大马的话 他不跟中国官方有切实的一些利益冲突 所以他实施外交施压的话 好像是没有什么坚强的理由 能够证明他向大马施压 因为跟他的直接利益不冲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个想法呢 就是大马这方面 是 另外的一个想法 就是中国向大马施压了 外交向大马施压了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同时进入大马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黄之锋 另外的一个是新加坡的民权运动新星 韩慧慧 那么为什么只禁止 黄之锋入内 没有禁止韩慧慧入内 随后呢 我们我会想到 也许黄之锋的个人的影响力 他上过美国时代周刊 他对于青年人的影响力 要比韩慧慧大得多 所以他对于当局考量的社会安全因素 也大得多 但是另外的一个朋友又说 他也许没有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切实利益 但是他影响到了 中国有某些团体 政治外交机构在大马的一些机构 也许这个事情对于中国官方们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但是有些中国官方的机构 驻大马的中国官方的机构 会把这事看成大事 我比较单纯 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两位进来就一位不能进 一位可以进呢 就因为黄之锋的名气比较大 而且他可能是真的在名单当中是有的 但是这位新加坡的韩慧慧呢 老实说名字也不见得 有黄之锋那么响亮 可能官员还不把他放在眼中 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官员 如果要阻止他的话 除非他在新加坡搞那么大的一个运动 就像黄之锋搞的这样子 所以他名气没那么大 所以就变成他不在名单当中 那当然他要入境也不是问题了 我就觉得是这么简单的 也并不是只是选择中国选择新加坡 而是就这么巧 韩慧慧的名气没有黄之锋来得大 所以韩之锋很容易就被阻止进来了 因为他已经在名单上了 他过去在香港做的事情 马来西亚政府也知道 当然也会把这个人就列入这个名单当中 但是韩慧慧并没有搞了那么大的一场运动 令到整个新加坡什么起来反抗政府 这些并没有 反而我现在有一个就提起了 你提到新加坡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人 这个叫MSE的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小屁孩 就骂这个李光耀 骂新加坡政府的 这个人如果真的要进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会阻止他还是欢迎他呢 应该没有欢迎也没有阻止吧 就可能就完全 当成一个普通的公民进来了 当成一个普通的公民 那假设如果今天MSE他不单只是 他在他在新加坡 可能就搞了更大的一些事情 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同样的也不会让他进来 因为他是在反政府的 这是假设了 但是现在黄慧慧也知道 他是新加坡的民权运动的新星 他主动的参劳大家要质疑国家的公积金制度 等等一系列的制度 曾经也遭到了新加坡证据 包括他的司法机构的一些审核审查 有这样子的经历了 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还是进来了 考量点就是一个影响大一个影响小 但是现在大家在想的评论人在做的事是什么呢 主要的一个焦点是 中国究竟有没有失外力给马来西亚 这是一个焦点 但是这个事情也许它是官方的一个私密的信息 不能够公开给大家 从外边的渠道也问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也不会多说些什么 只是说这是大马的内政 没有外国的干涉 这是一个官方的口吻 但是实质上是不是真的是压了呢 我们也是在猜测或推理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 民权人士 你包括其他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今天我们的网上 Facebook上也有不同的听众 对于这个事件的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个是一个听众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问题应该要去问中共 我们多数是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劝告来遣返的 这是一个听众的想法 另外的一个听众的想法是 长得这么丑寒跑来跑去 假如一个美国人成天反美的话 那么美国会让他跑来跑去吗 估计早就暗杀了 不同的听众不同的感受 我们现在线上听听我们嘉宾的一种不同的见解 现在我们的线上 有我们的一位连线嘉宾是黄佳和先生 他也是民主行动党全国社青团国际事务的秘书 早晨好 黄先生 早晨好 早晨好 你好 我们今天谈一下黄之锋来马抗中之路受阻了 你本身对于黄之锋来马他受到大马的一个阻击 让他返回去香港 这个究竟原因是什么呢 究竟的原因如果你问我呢 我们昨天看到了我们这个警察总长终于开口了 卡里 他终于开口就是讲了这是关于国安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再真正的去看呢 整个事件呢是涉及很大的一个政治因素 也就是呢 如果我们看呢就是政府是十分担心啊 这个追求民主的社运人士呢 进到大马的时候 他们害怕他们本身的这个营资 他们害怕本身的这个营资 就对于本身的这个 这个防 不是讲防卫的能力 就是在 就是在舆论上的这个防卫的能力呢 没有信心 所以才会导致整个事件的这个发生 对我来讲呢 整个事件呢 对于国家来讲是一个十分大的一个持误 失误 嗯 对 那么这 对 那么这仅仅是我们国家的内部失误 还是有外国在干涉 这样子讲 就是外国在施压 包括中国是不是跟大马政府施压了 不让黄之锋进来 当然我们在之前是完全没有看到 任何的这个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声音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呢 黄之锋今年才19岁 他是一个可能还是一个黄毛小子 他甚至在马来西亚呢 如果他是生在马来西亚的话 他甚至还没有达到21岁的这个 发定的这个投票年龄 嗯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 马来西亚政府 已经马来西亚的警方 肯定是反应过敏了 肯定要 肯定要 已经是反应过敏 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去害怕 一个19岁的 小子的一个言论 还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看 如果我们看 如果当天 没有发生这个前方的事件的话 我相信马来西亚也不会有这样多人 去关注 今天这几天 在我们每一个不同地区 槟城 吉隆坡 宜保等等 这些地区所主办的 这个六四的这个轮毯 可能也是一些比较关注 六四还是比较关注中国发展 比较关注十四的这些朋友会关注 但是现在 有了这个黄之锋的这个事件过后呢 到后来呢 我的看法就是 马来西亚警方 以及马来西亚政府 已经是弄下反处 就是让整个东西 受到更大的 这个散光 受到更大的这个关注 那照您看来 为什么当时 这些马来西亚民运人士 会邀请黄之锋 来马来西亚参与 这一系列的讲座 当然 如果我们看 黄之锋 他当然 他的所谓的 就是最 他最经历 有人关注的 就是之前 去年应该是九月 十月的时候 在香港的这个预产行动 预产思维的当中 那边所冒起来的 一个血运 一个血运和色运人士 当然 那边可能就是 主办当局 最主要要邀请他 可能是过来讲解 关于这个民主的进展 关于这个 比如讲 群众 群众集会的 这个经验分享 等等之类的 所以如果 好像刚才我讲的 就是 如果在这方面 政府 以及警方在几天前 没有对他 做出宣伐的话 我相信呢 所得到的 这些论坛呢 将不会受到 现在这样子 程度的 这个关注 换句话说 您的意思 就是说 黄之锋 本身 他纯粹 只能够来这边 分享了 就是他 这个集会的 这个经验而已 就好像普通一般 出席集会的民众 这样子的一个人吗 当然了 他在 预产行动里面 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是可以分享 当然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参与者 他本身是在那边 这个预产行动里面的 其中一个 最主要的 这个领导人 当然就好像 我们相比起来 就好像 我们百姓的 这个安比加 之前百姓一 百姓二的安比加 这一些 就是 那一个层次的 经验上的 这个分享 不是纯粹是一个 纯粹是一个参与 如果是 像黄之锋 已经达到了 像安美加 那个层次的 那种经验 分享的话 那我相信 他来马来西亚 肯定是 引起很大的关注了 他就不单只是 普通一般民众的 这个 像你之前说的 这样子 只是来分享 纯粹分享 这个机会 那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也是 造成了一些 反适应人士的 这些担忧呢 这个当然了 我不会讲是 反适应人士的 这个担忧 是政府 以及警方 在这方面呢 过于担忧 以及是过于 已经是过敏了 怎么说过敏呢 因为您刚刚说是 他可能是跟 安美加 那个同一个层次的了 安美加本身 我们也知道 他是非常的 这个 有影响力 这个领袖 对 所以换句话说 黄之锋 也是非常有影响力 他不是一般 普通的 19岁的 小孩 当然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用 安美加来做一个例子的话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安美加 进入任何其他的国家 会受到这个阻挠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证明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方面 当然 他们有 他们的担忧 但是他们 如果你问我呢 这个担忧实在是过敏 尤其是 在今天 马来西亚的 这个民主进展 已经开始 已经这样多年 已经慢慢慢慢的成熟的时候 慢慢慢慢成熟的时候 我们相信 我们的人民 是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思维 很好的一个思想 去分析 黄之锋 可能在我们这里所分享的 当然黄之锋 来到大马 我们所看到那个行程 就是他除了这几项论坛以外 也没有其他特别 这样子 特别参与其他的那些活动 主要也是来 这几项论坛里面 给予他做出的这些 作为这个主讲人 所以 根据您刚才说 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 已经开始逐渐去向成熟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您觉得说 黄之锋来到马来西亚分享 能为马来西亚的民运人士 带来什么样更好的提升呢 当然了第一 如果是民运人士来讲 第一 黄之锋的到来 分享 肯定能够提升 这些我们民运人士的 士气方面 在士气方面 肯定会有一定的提升 一定的鼓舞 毕竟我们有外国的同胞 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在那边的这个经验 然后第二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香港 过去这样多年的 气游行等等的这些 反教科的这些世卫集会 我们从中可能也可以得到 他们那一方面的这个经验 尤其是 尤其是再一点的就是 如何可以持续性的 给予 通过这个 比较持续性的这个集会 给予这个 政府更大的这个压力 去完成 以及接纳我们的这个诉求 是不是这就是卡丽 我们全国总警长卡丽 所说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黄之锋过来 会影响我们的国安 国家安全 黄之锋的过来 当然你问我是来分享 是来做主讲 如果要迁徙到这个国安问题 这个是十分 你问我是完全是丰满 你会不想及 到最后 他的分享 能够对马来西亚的这个 民运人士 带来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我们还是不知道 到后来他只是一个人 到后来他只是一个 19岁的小子 到后来他也只是一个 集会主要的一个 召集人 那么是不是这个 19岁的民主 都是被列入黑名单吗 是不是其他国际上的 各个民主 都是都有可能已经 被列入马来西亚的名单了 那么就是以后会不会有 其他民主都是过来 也会被禁 还是只是很单纯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本身是很希望的 马来西亚政府不要开了 一个十分坏的一个先河 如果我们看一看 在少月周数 我们之前看到有许多 在野党的领袖 第一个开始不能够入境过后 陆陆续续 每次都有许多 在野党的领袖 不能够入境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了 黄之锋的这个案例过后 政府以后会不会更抗拒 其他国家的 这个在野党领袖的到访 比如讲如果有一天 昂山苏基要来 马来西亚到访的话 他会不会受到这个阻挠 这是我们不想 也不愿意看到 发生的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够封闭 自我封闭 因为到最后 如果大家在民主精神里面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到最后 我们怎样决意高低 就是经过不同的辩论 经过不同层次的讨论 讨论以及辩论 来去说服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选民们 支持我方的这一个政见 所以到后来 如果是政府 要将其他国家的在野党领袖 也列入这个黑名单的话 这个是完全一个 十分大倒退的一个事情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在今天 资讯公益已经十分发达 网级网络十分发达的时候 虽然那天黄志峰没有来到 但是他的声音 还是在那个论坛上面 还是可以被听到 所以在这方面 你问我政府是完全 警方做了这样子的举动 是完全达不到 他们所要达到的东西 他们只能够阻止 这些外国的反政府人士 还是异议分子 进来马来西亚 亲身进来马来西亚 但是他还是不能阻止 他们的这个意见 他们的这个声音进来 其实我有一个不明白的一个点 就是我确实也知道 黄志峰是通过视频的 在那个讲座会上 依然是让大家可以跟他交流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也说明了一个点 警方或者是这个国家的 执政的单位部分 也已经知道 有这样子一个讲座会 也知道有黄志峰会来 但是他就阻止他的人 难道他们就没想到说 可以通过一些视频啊 网络啊 可以这些跟他联系吗 如果是知道的话 为什么连这一方面也不阻止呢 只是阻止他人进来呢 这样目的是什么呢 他其实没有达到说 这个什么国安的问题啊 也没达到啊 反正他也是通过视频 把他意见表达出来了 对啊 所以我们 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政府在这方面呢 是完全 第一是反应过敏 第二呢 他也完全达到 达不到他本身的这个目标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讲呃 在政府这方面另外一个心态呢 就是有着这个鸵鸟的这个心态了 就是他进不到来 可能他就不能够做什么 当然如果你问我 就算黄志峰当天进来的话 他除了在那边分享 以及做主讲的话 他也是啊 不能够呃 真正的去做到什么 危害到国安问题的这一个举动啊 所以所以从中就让人怀疑说 其实这个阻止他进来 会不会只是一个呃 形式上的阻止 其实马来西亚并没有真正阻止 黄志峰他要进来说演讲的 可能只是一个形式上 必须要做一个东西来阻止他进来 会不会就像人家揣测的啊 有某一些方面的 反而不不不觉得是马来西亚警方 是要只是形式上去阻止黄志峰进来啦 因为到最后可能 马来西亚警方也没有讲到啊 这样多的东西 还是他们没有呃 真正去呃 讲紫讲的就是 因为他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他们只是为了阻止他进来 而阻止他进来 嗯 然后其他的管道当然 如果譬如讲 如果他就算他能够进来的话 你要阻止他出席那个论坛 就很简单啊 只是腰斩整个论坛 对 这样子他也是能够达到 他不要给黄志峰冒生的这个声音 但是到后来就算今天 黄志峰 比如讲在当天的这个论坛里面 警方 黄志峰不能进来 警方预见到他会有这个视频 去呃 去呃 向来军发表 发表演员演讲的话 他就当天要要站这个论坛 ok 就算你要站这样子的论坛 你也阻止不了 比如讲 黄志峰的这个视频 在YouTube上面出现 在Facebook上面出现 甚至在我们的这个微博 还是WhatsApp的这个手机程式上 广传 这些东西是警方 是完全不能够控制到的 嗯 确实这些是不能够完全控制到的 但是呃 会想哪一个效果比较好呢 就是呃 假如说我让一个人进来 呃 进来之后呢 我再把这个论坛给 腰折掉 这个效果好呢 还是呃 我我让他不进来 通过视频的效果 的影响力大呢 还是我让他进来 到马来西亚全国走透透 他的影响力大 我明白 如果如果我是警方的话 我就让黄志峰自由出境 自由出路就好像 跟着他的行程去跑 因为为什么呢 在许多人的心态里面 你越打压 那个反弹力就会越大 好 之前可能有 比如讲之前有一百个人知道 我们呃 这些事运人士在自己的 不同的地方 做这个论坛 但是黄志峰被遣返过后 肯定的就是超过 可能超过几倍的这个人士 将会关注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会开始问 这个六四论坛其实是讲什么 为什么政府会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这导过来呢 警方是在帮政府的这个一个导盲 他可能在一方面 警察总长要维护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但是到最后呢 可能已经是完全 将整个东西引起的反弹的这个效果啊 比起他们要大大的效果更大 所以在这方面呢 警方如果我们是从政治角度去看这一步棋的话呢 马来西亚政府是走错棋 刚才您所举的那个例子 昂山素姬的例子 现在昂山素姬 他已经成为一个反对党了 也是可以有声音的 也是可以说话的 不像之前被锁在一个屋子里了 那么在这种 假如说之前的那种情况 在缅甸政府不允许昂山素姬的言论的情况下 强制他言论的情况下 那么昂山素姬访问大马的话 大马的官方政府 也许真的有可能阻止昂山素姬 不能够进入大马 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看到黄之锋的这个案件过后 刚才我讲的 我们不能够开一个坏的先例 所以如果真的 以后昂山素姬进来的时候 马来西亚政府真的敢敢 将他挡住国土之外呢 这个真的是另外一项巨大的国词 昂山素姬本身比起黄之锋 他是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奖人 如果他进来拜访的话 就好像譬如讲 安华去其他国家拜访 你敢敢不给他进去的话 所引起的 刚才我所讲 所引起的那个反弹 会更加的厉害 那么如果他没有 昂山素姬如果来 但是他没有被遣返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说 黄之锋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复杂 可能只是某个国家 单方面的施压 然后一个外交的手段 这样而已 所以如果你问我是不是 其他国家的施压 第一 我们 我们在外面的 我们是看不到是否有 这个施压的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是施压的来讲 比如讲我们是讲 中国政府的这个施压 而导致黄之锋 不能进来大马的话 我相信中国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管理 14亿人口的这个大国 也不会为了黄之锋的一个人 要施压整个马来西亚政府 不让他进来 那个是第一 不过就算是有发生的话 马来西亚政府 是否应该有他本身的 这个自主权 因为他 警方所讲的 这是涉及国安的这个问题 他也没有讲到 是 是关于 其他国家的要求 还是等等之类的 如果到了今天 马来西亚政府是 诚恳的 诚恳的 跟中国政府 去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外交的话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 到今天还是不能够落实 两方面的这个国民 互相探访的时候 未能落实这个 免Visa 免签证的这个政策 所以在这方面 我相信 政府应该在其他方面 做更好的这个检讨 而不是为了 新闻的描述 没有做一些评价 但同时 刚才说到 昂山素季这件事情 如果当时 马来西亚政府 为了顾及 缅甸政府的颜面 或为了跟 缅甸政府的外交 能够以 和平和稳的方式 进行的话 也许他做出的举动 要阻止昂山素季 入内的话 是真有可能的 当然那个 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暂时 不要去猜一下 但是马来西亚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是相信 以及是我们 是期望的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 能够 秉持这个民主的精神 我有不认同你的言论 我会听你的言论 我会跟你辩论你的言论 我不需要去认同 但是我尝试 去用一个民主的 这个理性的 一个讨论和辩论 去说服对方 这样子才是一个 真正的民主精神 如果举另外一个人的例子 达赖喇嘛 没记错的话 他是不是曾经 也获得诺贝尔什么奖 然后呢 这一方面中国政府 好像似乎很严格 就是如果哪一个政府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接受达赖喇嘛 访问他的政府的话 那中国政府外交部 就会严厉提出声明的 OK 关于达赖喇嘛 当然如果我看 达赖喇嘛跟黄之锋 是两回不同的事 比如讲我们要将达赖喇嘛 他的身份 和他的所引起的争议性 拉到黄之锋这边 就可能对黄之锋 有一点点的不公平 达赖喇嘛所涉及的是整个国土 整个领土 以及整个流浪 流氓政府的这个元素 他看起来呢 当然肯定会比黄之锋的这个元素 更加的大了 但是我们单单看黄之锋本身 黄之锋名字三个字 19岁的孩子 雨伞行动的这个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领导人 是否应该面对 前几天被遣返的这个命运呢 我相信那个答案是十分十分的明确 不久前在记得 无论是在评价黄之锋 还是评价达赖喇嘛 之前的西方媒体是这么评价的 达赖喇嘛 他有他的民主 有他的人权 他想为西藏独立 争取独立斗争 也是他 也是 也是一个民主人权的表现 所以达赖喇嘛能够进入美国 虽然不能跟奥巴马同桌吃饭 但是也可以隔桌吃饭 隔着一个屏幕说话 可以看到美国对于达赖喇嘛的一个接待 但是黄之锋也许 你说 如果我们讲达赖喇嘛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当然达赖喇嘛也不会这样子 会特地来码还是这样子 但是到最后 这个是所涉及的会比较严正的一个外交的问题 假如说我们再设想一下 我们今天设想的比较多 但设想之外还可以有想象的空间 就是假如说有一天达赖喇嘛来到 想来访问我们大马 我们大马的官方政府拒绝他入境 我们赞同大马政府这么去做吗 这样子讲 就是有一天达赖喇嘛来到我们大马 想访问我们大马 然后我们大马的官方政府警察 禁止他入境 考虑到达赖喇嘛与马来西亚与中国外交的政策 然后但是我们感觉政府这么一个行动 是正确的吗 那个就你问我呢 那个我们就往后再评论 因为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讲 我对这个有一点点保留 就是达赖喇嘛所涉及的这个元素 以及黄之锋的这个元素 是完全两回不同的事情了 那我可能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刚刚也是有提到的 因为达赖喇嘛确实是可能 光黄之锋是不同的这个 有区别的 那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 可能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类似 也是一名年轻人 他是新加坡的 之前也是发生了 被新加坡判刑了 这个小屁孩叫MSE的 我相信你也是有听说吧 对对对 他批评新加坡政府 他批评李光耀 那我想问一问 您觉得就马来西亚 有两个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会不会欢迎MSE 第二 行动党会不会欢迎MSE OK 当然如果你问我 马来西亚政府会不会欢迎他呢 这个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因为在黄之锋的这个案件里面 只有 其实也是只有黄 暂时还是只有黄之锋的 这个类似的这个案件的发生 以后他会不会 关于新加坡的案件 马来西亚政府会不会这样做 这个我们也是很难去探讨 但是建立了这个问题 黄之锋开了一个坏的线例 其他的坏的线例可能会跟着来 这个是我所担忧的 当然你讲如果行动党会不会欢迎 如果你问我 就是反政府不代表是反国家 也不代表他是极端分子 只要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讲他真的会危害到整个国家的主权 还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安问题 我不相信任何人需要阻止他入境参与任何的这个东西 任何的这个活动 还是展与任何的这个主权 我是讲关于这个MC的问题 明白 好 谢谢 谢谢今天佳和佑们的一个分享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佑佳和的一个分享 我们今天有几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假设熬山苏奇 第二个假设呢 假设刚才新加坡的那个小孩 第三个假设是大蓝朗了 然后我们第四个真实人物是黄之峰 他们有没有可比性呢 也许某些层次上有可比性 某些层次上反映了事实的一个本质是什么 能够反映出人的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 刚才说了这个黄之峰和 我还一直在想 究竟黄之峰跟达兰喇嘛有没有可比性 一个是影响力比较大 一个是也许影响力比较小 不过现在我们的线上有另外的一位连线嘉宾 也许听听他的意见 正过早成好 早成好 你听到我们之前的节目吗 有有有 是我们直接就想问你一下黄之峰跟达兰喇嘛 有没有可比性呢 其实是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说这个 可能这个黄之峰是最近他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的事件 然后再加上他上他不只是 他其实是跟达兰喇嘛比较不同的情况 一个是直接性的可能是政策的一个可能影响者 然后一个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外交手腕种种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就讲说 但是你讲说会不会被禁呢 这很难说 我们其实没有看过他的这个blacklist里面有谁 这个其实我们不能猜 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然后到最后就是可能在某一个阶段 可能他被列为是敏感的 然后不被允许进来了 所以好像我讲说 好像黄之峰昨天在他的这个 他本身有提到 他讲说他想来马来西亚旅游 就说可能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活动 他没有机会参与 但是这个可能之后 他以个人身份来马来西亚旅游 可能如果以一个国安的角度 就是说以一个blacklist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也进不到 不要讲说他是旅游还是来讲座 还是跟六四有关还是没有关 我觉得他真正没有被进来的 就是被进进来马来西亚的原因 不应该是一个活动的问题 就因为他本身 那你觉得阻止他进来合情合理吗 在一个国家的主权来讲 OK我们讲说在一个一个行政管理来讲 这一个方面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就说OK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到新加坡 你可能就是blacklisted 你也是被拒的 可能你他妈没有还 他就不给你进 甚至他讲说你要还了才可以进 种种的东西他可能都发生了 但是这个黄之锋的情况 就是一个国家主权 你必须要说明可能以前我们讲说 黄之锋之前也有很多人不被进来 包括这个这个Australia的这个 这个什么我们的议员 Australia的一个议员 然后有一些这些歌手 种种的都不被马来西亚批准 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大家认为说 他的原因很solid 就是说这个因为他是怎样怎样 那个因为是怎样怎样 然后马来西亚的国情问题 不让他进来 但是黄之锋大家觉得 就是爬了头 因为他一不被进来 那六个小时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很多就是大家都在问一些不同的人 可能他问内长的时候 内长讲他完全不知情 他要跟immigration的这个head了解 然后问副部长的时候副部长讲说 不被进来是应该什么之类 然后再问这个其他人 每个人都讲说 这个东西有不同的版本 甚至有一些先家 跑出来讲 Innovation的law第八条 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其实大家拥有了太多的猜测 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变成整个东西开始混淆 然后整个事情可能就因为这样被闹大 所以他被闹大 我其实想问一下 黄之锋被阻止进来这件事情 只是在华社的圈子被闹大 还是包括马来圈子 那些其他 他们也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还是讲 大部分都是在华社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的所有的事迹 包括他战中 到地牢 120万的人 种种之类的 整个过程我相信只有 就是我们华人会比较清洁 甚至华人比较可以看得到 整个过程 你讲马来人其实 我觉得除了的 他们有个机会看的话 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机会看 所以你刚才举一个例子非常好 我记得这个澳洲的事件 这个也是被禁止进来 但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被炒作起来 就很快就沉下去了 但是黄之锋的事情 好像几乎 今天看到在这个网络上 其实就是留下一个疑点 就是大家有很多人猜测 揣摩就是讲这个是活动的问题 其实六四在马来西亚 我刚才昨天看那个 它是应该是26次还是多少 但是我记得去年 还是前年 有很多 就是有一个朋友在做 那我就觉得是没什么 而且出席的人数也不怎么多 然后大家对反应这种六四 其实不怎么热衷 因为六四在马来西亚 目前已经属于太遥远 老的已经不管 年轻的不了解 然后整个东西 其实没有一个太大的共鸣 在马来西亚 其实我讲了 不怎么红吧 但是在黄之锋事件过后 这个事件反而被红了 就是大家认为说 因为六四 因为怎样 因为怎样 这个黄毛小小子 不懂得怎样 他还没有出事 还有种种之类 很多人在讲 而且甚至有人讲说 他样貌 其貌不扬 然后就被禁 种种的东西太多 那种版本现价太多了 然后整个事情可能就因为闹大了 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大了 如果说当时候他入境 是给一个理由 你在我们的黑名单 原因就是这个 马中关系 或者是原因就是 你在香港搞的这个摄运 担心影响这个国内的这个安全种种 他可能这一句话一下来 大家不会去猜测 也不会去讲说 是不是警方只是immigration 还是immigration 自己做种种的东西 我觉得被闹大了 整个东西是被炒作 可能黄之锋 他跑完巡回 全国跑 都不会上头版 但是他连连在这两天上了头版 我想问了 其实这个黑名单的考量 是怎样的一个考量 就是什么时候决定 他要把它列入黑名单 还是他来到之后才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是在Facebook 就问了 是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发了一个文告 我是讲说 我们需要知道原因 因为站在一个 知情权的角度 你必须要给一个原因 但是很多人认为 这主权不需要给原因 然后怎么样黑名单 什么黑名单都不需要 这主权 然后应该潜送回关 种种不对的东西 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除了大家知道黄之锋 也大家知道说 原来主权 他可以做的东西是这个 OK 在黑名单方面 落地签证本身 他其实你就落地 还是你可能飞到来 你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全世界 其实没有一个系统 是属于可以联系 然后知道自己在黑名单 买机票买不到 甚至入境入不到 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咨询的 你一定要到当地 然后当地才知道 所以其实对很多 已经买了机票的人 可能他本来那种怨气没这么大 但是你到了当地 被潜送的时候 那个怨气会比较大 整个过程我觉得 可能 这个不是马来西亚的单独问题 就全世界都是否 要设立一些 属于可以让人家查询 种种 或者是买不到机票的 种种情况 而且我觉得香港本身在中国 这样这个情况 是不是有一种状况 就是这个国家 甚至之类的 如果是国情问题 是不是直接禁他 不要出国 不能出国 不能去其他地方 那说到国情 如果是这种考量 如果是这种考量的话 那为什么他不仅止在香港机场 让黄泽峰出来 而是仅止在马来西亚机场 我觉得这个是practice的问题 整个practice 就是目前在操作的整个状况下 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很多状况 就是这个人 飞到那个国家 那个国情的问题 自主权问题 才被禁 而不是因为其他东西 而且黄泽峰我觉得 你意思是说 没有中国的施压 我不清楚他真正的内情 不过 据这个总警长所说 就是马中关系 他可能他的考量 然后可能他是接到某些指示 我也不懂 这个东西是绝对 对于我来讲 在他的这个职务上 在他专业上 这个国家的角度上 可能他可以这样做这个决定 现在总警察 他讲凯利他有两个条 两个原因 不让黄泽峰入境 一个原因是国安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反中国 你本身怎样感受 这两个原因 国安问题 我们先不谈国安问题 先谈反中国 反中国这三个字 怎样去理解 OK 我就讲说 其实这个 我们如果说 真的是有注意整个过程 包括这个黄泽峰 这个过程 他确实确实过后的情况 在一月多 他刚刚好上了一个电视 在电视上访问上 他说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讲说 他目前是没有办法回祖国 然后他可能就是 连公务员都没有办法做 就是商界没有办法去混 然后种种的 他讲了这些东西 像他讲说 他已经可能已经认定 自己已经被中国官方 被耶稣 种种之类的东西 他本身已经知道说 他有这个问题 或许他有这个问题 但其实也不是我们去评论 连他都觉得说 他是对抗着中国 他可能认为说 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况 跟这个中国的国情上 他这么做是属于 对抗一个中国 还是之类的 他已经自己在这么说定了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角度 他整个雨伞的运动 是一个社运 是一个学生运动的角度来看 这个东西是不是抵触一个国安呢 是不是抵触中国本身 还是香港本身 我觉得他们本身 有自己的诠释方式吧 而且整个过程之中 我相信中国没有讲到太多话 然后都是这个香港本身 这个政府的对话 而且对于他本身的这个遭遇 来到马来西亚 然后被选回去 可能在这个世界各国 推动学运 推动这个全民运动的人 他会觉得说很不公平 其实必须要考量 这个国家有国家的方式 而且在内案法令 以往同样的情况 就是内案法令 也有两面的考量 刚才您的意思是说 中国这方面没有动手 是香港特首梁正英 这方面动手了 你是讲说 耶稣他到处去走 还是他 我觉得没有 我刚才谈的是 中国本身在整个战中 跟这个整个过程中 就是没有用太大的这种 政治压力啊 种种的东西 就是行政权方面 去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反倒是 这个香港政府的梁正英 有在这个过程中 有在处理之类 但是你想说 出手之外 去国外还是种种 其实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明白 这个我们再谈一下国安问题 国安问题 总经讲说 它威胁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但好像现在效果看来 大马 禁止黄之锋入境的这个效果 要比黄之锋进来的这个效果 反应要影响要大 所以说这方面 国家政府和总警察长或警察这方面 考虑是不是失误了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看 因为警察本身在自行上 然后你讲说 这个在内政部的考量 是属于决策上 我们讲说 在自行上 对不起 是这个警方本身在自行上 他并不可以 甚至也不需要 去再做政治采摩 也不需要再做政治决定 他必须要做好的职务 他认为说 在他的权限方面 他认为说 这个人抵达马来西亚 他认为说 有威胁到国家的这个安全 甚至他认为说 会搞乱整个公共持续 种种 他绝对有权力去颁顾这些东西 至于你要上诉还是之类 这是后面来的事情 但是至于讲说 这黄之锋 原本进来的影响 没有现在的情况影响更大 就是好像我说 他已经拿了几天的这个头版 种种的 其实这个是的确 在政治上 的确整个东西造成的 这个可能 目前这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image的情况下 伤害是可能会比较大的 就是说和昨天 刚刚有一个朋友 他在网上写了一句话 他讲说 这个影响阻止 甚至这个警方阻止 这个黄之锋 带来的真的负面效果 其实是更大 然后行动党请黄之锋 来马来西亚 马华人票 就是其实没有作用 就因为本来 这是行动党请黄之锋来的 其实我看这个槟城 槟城的这一场是 包括行动党 某一些支部还是种种 没有这个 我不敢就是套这个帽子 在行动党 不过他是这样 但我们的报章是说 某些媒体 然后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 我看到的是在槟城那一场 他们有参与 但是我讲的这句话 是那一个朋友在网上写的 就是他用了行动党这个字 所以我照念 你两个字扩下来了 就是不是我在分析 或者是也不是这个事实的情况 行动党会找你算账的 就是那个朋友就讲说 行动党请黄之锋过来 只是到最后 其实也没有拿到华人票的 但是就是说他的动作 如果他要拿黄之锋来拉华人票 其实在505已经拿到差不多 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哪 就是这个朋友在Facebook这样讲 所以整个国外问题 刚才你所讲的就是 我们大马政府内政部警察局的一个 SOP的一个正常的形式 他没有考虑到效果会怎样 后果会怎样 其实这个SOP你一定要做 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 然后而且在整个国家 我们讲说法理情 就是说你先谈法 然后才谈理 然后才谈情 你不可以因为这个人情 然后就是免掉这个法 免掉这个理 种种的东西 就是电刀来跑 这个国家的秩序都可能会乱 所以站在一个总经账 它是一个自行单位 它必须要抓准这个自行的方式 而不是讲说 它是政治问题 它是某一些人会施压 这个某一些什么 其实没有 在他本身的考量 他可以下这个判断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问题就来了 如果是我们内政部警察都在 执行SOP的正常作业形式的话 那么又什么因素决定 把黄之锋列入黑名单呢 其实很多因素 就好像昨天就很多人告诉我 他讲说很多因素 包括你去美国 去新加坡 其实他连因素都不告诉你 但是这一次我相信了 就说根据这样多个报道 甚至总经党本身的谈话 这样它的因素应该是跟香港的单种有关系吧 明白 好 谢谢 谢谢曾国有我们的一个分享 谢谢 拜拜 拜拜 大提了解了一个事情 今天我们把虚拟的几个人都拉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又谈了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国安问题 第二点是反中国 通过曾国的一个描述 大家也明白国安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是一个SOP SOP最后的一个实质是什么 为什么黄之锋被列入黑名单 另外的一个反中国的这个言论 具体的是中国插手还是没插手 香港这方面插手还是没插手 我们也不太清楚 这是内部的 也许是私密问题 然后但是我们知道 刚才也听到曾国说 知道中国和香港 还有黄之锋之间的一个内部状态是什么 是一个对抗的状态 其实就看卡丽 这个总警长卡丽所说的这个说法 就指的这个反中国这方面了 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呢 还是真的是受到指示 因为如果是一厢情愿的话 很明显的 卡丽可能是还蛮支持中国的 因为你反中国我不让你进来 所以他支持中国对吧 那如果是他是受到指示的话 这就更明显了 就等于是说 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关系 相对是来得非常密切的 所以任何一个方面的国家考量 或者任何一个人反这个中国的话 我就跟你是是敌人 或者是我就跟你是行程末路了 我不能够让你进来我的国家 但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名美国人 然后美国的一些人 他在反中国的话 马来西亚又不会阻止他进来呢 反正马来西亚又跟美国有一些好 有好关系 跟中国有一些有好关系 我相信那个考量呢 就看我跟谁比较好 或者谁给我比较大的一个利益 那我就站在谁那一边 考量点可能就只是这样子 所以说有一个最后的问题给大家去思考 我们刚才举了几个假设性的人物 但这几个人物都真实存在 但是问一下大家 我们喜欢黄之锋吗 我们欢迎黄之锋吗 我们欢迎达赖喇嘛嘛 我们欢迎昂山碎基吗 你欢迎或不欢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们呢 可能是看你 你答了这个问题呢 你其实可以把自己放在哪一个板块当中了 因为每个人都代表着不同的这个背景 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问题的 你答了一个答案 那你就找这个人背景 你只知道你自己知识是哪一方面了 那整件事情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那么我们也从这些事情里面反省 我们国家到底需要的是怎样的东西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自己本身内心是怎么想的 不妨就想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就知道自己到底内心当中是怎么想的 怎么看 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